接著是月報,這題是熱門題目 大家請你一定要關掉這些題目 我先重溫,這其實是第四課 我們學了這個如式定理 如式定理的意思就是 我們會給你一條式定理 然後叫問你除完數之後 我不是問你答案的 我又問你如數是多少 逢見到只問如數的事情 程序是這樣的 首先切載Fx 不過這次很好了,我切了Fx給你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想一下究竟這東西是何時會是0 X-2如果是0的話,X是2 所以我們要計算F2 F2就是餘數 F2就是代表將2 代入這條式的面 叫做X 所以我們就得出這樣的東西 交給大家一個計算機 例如Bpart X加4何時會是0 就是X是負4 所以餘數就是F-4 負4就是代入X這個位置 這樣便可以計算答案 接著到因式定理 很簡單 就是如式定理的一個特殊例子 逢親如式是0 即是因式 逢親說因式 即是問問你 如數是否是0 即是做回剛才做的事情 然後看一句 如數是否是0 重溫完之後 我們看看實際例子 實際例子就是 如果我有個多顏色 我除數的時候 我們會有個 如數的 如果有未知數裡面的話 我們怎樣未知數呢 就是說 跟之前一樣 如數是2-k 所以我們的QS是C 所以如數等於2-k 什麼叫做如數呢 如數的意思就是 將這個Z做0 即是X是k 代回到這條色 所以我們就得出了這條色 現在只剩下未知數k 那就努力計算了它 那便會出到答案了 11題 你首先要計算C 計算完之後 我們要判斷 它是否是因式 因式即是余數是否是0 簡單 計算一次給它看 例如 我現在A2問你 這個東西是否是因式 那很簡單 我們想一下 這個東西是何時是0 這個東西Z是等於0 調個-1過去 再調個-2過去 所以這個東西是X等於1分之1 來的 計算給它 我們再計算 發現是0 0就是它就是因式 那逢親計算完之後 通常都會做一件事 就是叫你把這個三次方程 一次次都是三次方程 將它完成的因式分解 那這次B part 它問你有少少刁鑽 但是其實實際上要做的事情都一樣 做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東西有一個因式 我們會用屋仔除化 屋仔除化怎麼做 不跟大家重溫 大家可以看回以前的一些溫習片 是,教學片才對 那我們除完之後 我們就說 一定會除得盡 因為它是因式 然後這兩個東西 相乘就會得到FX 這東西我們還可以用FORMULA 另一幫我們再去刷開兩塊 所以我們就出到這樣的答案了 我們會用FORMULA FORMULA FORMULA